社国安招逼宫丢官 掌闲药游移书类书 感冒还没好 不准出去玩哦 我感冒了 妈妈不让我出去玩 要听妈妈的话哦 闲耀兄啊 人家都叫你得听妈妈的话 用家庭音速家庭音速 乖乖辞退就好 你看看 现在变成了狗咬狗满嘴毛 还被人家狠狠在一旁 倒降一句 张险耀则是在电视台哭诉 已经做好准备 将重要事项写在遗书里 现在用这种方式 来打压张险耀 情何以堪 对得起我吗 张险耀对得起国家 我对得起总统 东西晚台北报道